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老讯的孔月己 我们已经学完前四段了,现在就看第五段 听人家背地女谈论,孔月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迎身 于是越过越穷,龙道将要讨饭了,恨而写得一笔好字 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何识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 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子章不宴,一起失踪 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月己没有法 便免不了,偶然做声偷舌的事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恨却比别人都好 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患没有现钱 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 从粉板上,适去了孔月己的名字 好了,这一段是属于哪一种罪事法呢? 就是插罪的,作者就插入了小伙计的罪術,来补充孔月己之前做过的事 好了,大家就试试根据这段文字,介绍一下孔月己的为人 孔月己的为人,可以归纳为以下这四点 孔月己的为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二就是说,他替别人抄书来谋生,但没有尽心去工作 第三就是他好吃懒做,继而失业,偶然间又会偷舌 最后就是,他在酒店里从来都不拖欠 有时就没有研钱,但不出一个月就一定会还清 总括来说,孔月己有什么缺点呢? 第一,就可以说是欠缺谋生的技能 当然除了抄书之外 第二就是他虽然会帮人抄书,但他的工作不负责任 第三就是他触犯偷舌罪 大家认为孔月己,生活老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孔月己,生活老到的根本原因是他最深于考科举求功名 但是又未能高中,继而浪费光阴,一事无成 我们可以透过孔月己的遭遇,看到旧时代的科具制度 带给读书人很大的和害,即是在运作上 另一方面,孔月己也有优点 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酒店从来都不拖欠 有时没有现钱,但不出一个月就一定会还清 那就反映出他依然都是说信用的 好了,说完第五段,我们现在再看第六段 孔月己,喝过半碗酒 春酒,有酱红的,面色渐渐復辽缘 寒人便又问道 孔月己,你当真认识自摸 孔月己,看穿问他的日 献出不恤自便的神器 贪嬮便折着说道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拷不到呢? 孔月己,立刻献出 颓堂不安无恙 念上旁想鸟一层灰色 这一段的情节是上节 上节哪一段呢 其实是上节第四段 因为刚才第五段 我们看那里是插序 是补述前事 然后在这一段 就接回第四段的内容 人们就继续嘲笑孔月记 这次又取笑他些什么呢 就是质问孔月记 是不是识字呢 又笑他为什么敲不中受财 这样呢 就触及了孔月记 人生里面最大的挫折 就等于揭人疮疤 这个时候孔月记 如何回应呢 它的回应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这里 很神气 第二部分就是很 退堂不安 也就是说 因为开头其实他 他呢 就不舍致便 后来呢 就垂堂不安 面色呢 都灰白 那继续说 那继续说些知乎者也之类 有什么呢 就是令人不懂的说话 那接着文章的最后一句呢 就是这里 第二部分呢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那这句话呢 就跟第四段的最后一句呢 是相同的 如果不记得再看回上次三个那段片 那在修词上面呢 那就是用了 反复或者间隔反复的手法 作者呢 就是要强调孔月记 是人们嘲弄的对象 好了 那我们读了头六段 各位同学 读到这里呢 你们对孔月记 你这个人物 有什么观感呢 你会 嘲笑他 批评他 还是同情他呢 那大家不妨去想一想 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说 好 现在就给大家一个练习 那试下回答以下两条问题 第一 孔月记有什么优点缺点呢 第二 孔月记生活路道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刚才都大概说过一下了 但是呢 都试下做了个练习先 那先继续看 那个参考答案 那这个答案呢 就是第一条问题就是 孔月记不少缺点 包括 他只会学校科举欠缺 谋身技能 无心工作 不负责任 走投无路的时候呢 会偷东西呢 触发法纪呢 但是他都有优点的 就是说他在酒店从来不拖欠 有时没有现事呢 但是他不出一个月一定会还清的 那可以见得呢 他仍然讲信用 那第二条问题 答案呢就是说 他生活路道的根本原因 是他最深于校科举求功名 但又未能告中浪费光阴一事无成 那就从中反映出 旧时代科举制度呢 在运作上对大臂读书人呢 有很大的和害 好 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先 下次再讲 拜拜